和美术馆位于广东省佛山顺德的一个商务区中 进入美术馆的过程很有仪式感 一条小镜横穿一片镜面水池 从水上小镜慢慢走进美术馆 我想安藤可能想提醒你 暂时告别喧嚣的商务区吧 我还挺想告别的 可是好吧 美术馆的外观有一系列圆 以一定的偏心率由下往上逐渐扩大 与外观相比较的中庭空间 是以双螺旋楼梯为核心的五层调控设计 很多人拿它和赖特设计的 纽约谷跟海牧美术馆的螺旋中庭空间相比较 我觉得不一样 比它多螺旋一条 抛开致敬或者借鉴之类的不谈 有一说一 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确实是被小小的震撼到了 不管是中庭空间容纳各式人群的潜力 还是双螺旋楼梯所带来的强烈的形式感 作为美术馆的核心空间 中庭确实吸引了大量的人气 有人在参观各展厅的间隙时间 被天光所吸引 有人以各种姿势在拍着照片 也有我猜测是建筑师的同行 在近距离地研究的安藤的清水混凝土 更有小孩直接躺在中庭中心 以最佳角度欣赏着这独有的魅力 或许一个震撼人心的空间 是人愿意用身体去感受 一个好的公共空间 也是可以让人放弃使用电梯的 空空如也的电梯 顺着其中一条螺旋楼梯走到最上层 在这里栏杆错开一条缝隙 从视觉上似乎延长了螺旋楼梯 继续往上螺旋的态势 天窗呈现为圆锥形 看着有点像个飞碟 中庭空间联系的是每层的展厅 展厅呈现为全玻璃的里面 我实在是不太理解 安藤为何在这样一个高楼伶俐的闹市区中 选择以玻璃向城市打开 全玻璃肯定是会带来很多不展的问题 展厅在这样的空间中 我感觉有点像是商品的味道 我这次去的时候 安藤的艺术展几乎完全重新设计了展厅室内空间 自然光被很有限地引入其中 算是对展览需求的一种弥补吧 当然还有个可能是建筑生才会贯注的问题 全玻璃里面的卫生间采用了渐变的毛玻璃 感觉还不错 时间有限 我只参观了一个多小时 展厅部分就只是走马观观地看了一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